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 无人机的应用可以说是非常广泛 不管是在民间商业以及军队都有它的存在 而在军队的无人机的种类众多 例如侦察攻击以及可以进行一些装备运输 在军队中无人机的样式可以说都是一些中大型的无人机 而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款有些特殊的无人机 它的名字叫做无人机 叫做黑色大黄蜂纳米直升机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之所以特别 是相对于军队中的无人机而言 它的体型非常小巧 它的大小相当于是一个大一些的蜻蜓 它全长只有10厘米 高度也只有2.5厘米 而体重仅仅只有16克 这还是包括电池在内情况下的重量 这种重量还没有一个鸡蛋重 这种体型的无人机犹如昆虫一般 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很难让敌人发现它的存在 黑色大黄蜂纳米无人机 它一共配备有三个摄影镜头 一个主要是看前方 另外的两个主要看下面和向下45度角的方向 而这款黑色大黄蜂纳米无人机 它的续航时间能够达到20至25分钟 而它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公里 这个速度虽然不快 这主要是因为这款无人机的作战范围和体型设计的原因 不能搭载大型的引擎 另外它的作战范围也仅仅是在使用部队的周边 这部超小型无人机配备的摄影机 可为操作员提供全动态影像和静止图像 能够为士兵观察到墙壁和一些障碍物 后面是否隐藏一些危险情况 并将信息传输到士兵的终端上 从而起到侦察的作用 因为黑色大黄蜂通过数据链路和GPS与操作员连接在一起 所以图像会显示在一个小型手持终端机上 方便使用者的观察和携带 操作者也是使用此终端机进行控制无人机的行动 而黑色大黄蜂在不使用的时候 是存放在一个小盒子当中 这个体积非常小 小到可以收纳在军用腰带间 在要使用的时候 再手动将无人机发射出去 而无人机拍摄的数据 也将快速的存储在这个终端中 另外这款无人机在运转时声音非常小 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安静的电动马达 所以能够进行悄无声息的侦察 并且这款装备简单易学 操作员只需要经过20分钟的训练 就能够操作这款黑色大黄蜂无人机 这款装备便于在士兵巡逻式携带 可随时拿出来使用 并且它还能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中 执行任务 而黑色大黄蜂无人机的数据存储部分 并不在无人机上 而在它的终端上存储 这种设计是有利于无人机 在坠毁或被敌人捕获后 它的数据也不会被对方所得到 并且自己还能获得信息 这款黑色大黄蜂无人机 已经得到了实战检测 例如黑色大黄蜂纳米无人机 曾被驻守在阿富汗的英国士兵所使用 在赫里克行动的时候 黑色大黄蜂曾被拨给在阿富汗的士兵 他们用黑色大黄蜂拍摄到 前线敌方领土的一些视频和图片 而黑色大黄蜂在阿富汗复役了近两年 直到后来随着部队而撤回 而且这款黑色大黄蜂无人机 在当时受到了很多地方的喜爱 如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 等地方军队中使用 受到了很多士兵的喜爱 并且这款黑色大黄蜂无人机 还推出了一个升级型号 PD-100版黑色大黄蜂 这款升级版的黑色大黄蜂无人机 它具备了夜视功能 以及长波红外线和日间影像传感器 它能够在1.6公里的范围内 可以通过资料链传输被压缩的串流媒体影像 和高分辨率的精致图像 这种型号的大黄蜂无人机 曾配备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小组做测试 测试结果也相当满意 这个改进型号的大黄蜂无人机 也仅仅比之前型号重了两克而已 这个重量相当于三四张打印纸的重量 而续航里程则比前型号的大黄蜂无人机更加的远 它的续航能够达到3.2公里 不过这款武器虽然好用 但是它的价格却是非常昂贵 一架就需要近20万美元 但这个价格并未阻拦一些国家对它的喜爱 例如包括美国在内的19个国家 都对其进行购买装备 而因为太过昂贵 这种装备只有各国的特种部队才能使用 这款无人机运用到战场上 基本是真的隐形的无人机 就算有人发现 想要将其击落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这种体型在高空中 就犹如一个蚊子大小 除非是非常厉害的神枪手 才能将其击落 黑色大黄蜂无人机相比于大型无人机而言 也是有许多的不足 就例如美国的MQ-9收割者侦察机 给大家也讲一下它的设计参数 MQ-9收割者侦察机是由涡轮螺旋桨发电机 这款发动机的马力能够达到950马力 最大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480公里 这种速度完全是黑色大黄蜂无人机所不能比的 而在它巡航时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10公里 而MQ-9收割者无人机的驿展为20米 最大有效载荷为1700公斤 它可以挂载AGM-114地狱火导弹和一些激光制导炸弹 而AGM-114地狱火导弹具备多任务 多目标精确的打击能力 这种导弹的发动机采用的是固体火箭 它的作战范围能够达到8公里 射击速度可以达到1.3马赫 在武器配置方面 黑色大黄蜂就是完百 而且在续航上 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也不能和大型无人机比较 MQ-9收割者无人机执行坚勤任务时 它的续航时间能够达到30个小时 当挂载武器时的续航时间 虽然会有所下降 但是也能够达到23个小时的 所以这种无人机能够在进行侦查任务的时候 可以应对一些突发情况 也能支援一些地面部队 但是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 也最有可能被敌军的雷达监测到 并且有很大的几率被拦截下来 而且这中大型无人机 一个人是不能操作的 需要有三名人员进行操作 一个需要控制飞机 另外两人需要操作感测器 和进行任务情报的协调 这一点 黑色大黄蜂无人机就比较好 它只需要一个人就能操作 还有就是 大型无人机要想操作 必须要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这个培训就需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每黑色大黄蜂无人机简单易学 并且这种小型无人机 是科学家根据动物千百年进化的优点而设计的 这种飞行优点 可以让微型飞行器 能在秘密的战场上 执行侦查任务 而且一些科学家还能从其他动物身上得到启发 所以研制出了很多的微型机器 用于在日常帮助人们 总体而言 未来十年 微纳米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将会增加 因为它不仅将变得更为便宜 也将更加的实用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二十万的闲钱 你会用来买这款超贵的玩具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有PD-100的能告诉大家 它用来偷拍被人发现会被打吗 比赛 可以